新北市政府在10月份推出健保卡 补换发代收快捷服务 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每年因健保卡遗失回损或是个人资料照片变更 需要补换发健保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 而东北角及北海岸地区因为交通交不方便 不适致的长者比例较高 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民众 市府卫生局与健保署结合新北市10个偏乡的区公所 提供补换发健保卡的服务 在这个偏远的10个区的公所里面 民众如果需要来换领健保卡 可以到公所来填表格 公所会帮你营印身份证 然后我们公所会收件 然后每份是200块钱的公本费 换保之后健保局会把健保卡寄到公所来 然后民众可以来公所来做一个领回的一个动作 我们希望说藉由这个点的增加 让民众有多一个提供民众服务的一个地方 让民众更方便 现在住在培海岸的民众如果有补换发健保卡的需求 只需要带着身份证正本或有效期限内的汽机车驾照及中华民国护照 连同公本费200元到区公所零贵办理 将由公所服务人员协助填写申请表格 而发卡后健保署会寄置原代办公所或是民众通讯地址 民众不必负担游资也省去奔波的麻烦 在民众在申请换发这段时间 如果旧的健保卡不能用的话 我们公所会有一个收据替代 所以民众拿这个收据到医院到诊所去看病 可以代替健保卡来使用 而在申请补换发卡期间 如果民众有就医的需求 可以带着补换发健保卡证明单据 到健保特约的医疗院所 依旧可以享受健保给付 如此一来就不需要担心就医的权益会受到损害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导